在花莲市有一名黄姓男子 平日以打零食工为业 但近期却因病而无法工作 导致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 市长魏嘉贤在获悉之后 特别前往探视慰问 也发放了强化社会安全网的 急难救助金 和新竹市善恩功德会的急难救助金 并且送上生活物资 希望能够减轻他的经济负担 平日以打零工为生活来源的黄姓男子 两年前曾在卫生局担任半年的临时工 也曾在花莲市清洁队 以安心及时上工的计划服务 去年11月在工作结束后 至慈激医院进行人工膝关节致患手术 12月出院后采门诊追踪治疗 由于黄姓男子另外被诊断出 有高血压心房颤动及第二型糖尿病等等 医主必须休养 以致无法外出工作 也让他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有一位黄姓民众 他过去也是我们的一个清洁队的临时工的部分 那但是因为身体的状况 没有办法附和这么庞大的工作量 所以在调养身体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连走路都有一点点比较辛苦的部分 那也谢谢我们李干事第一时间 也来做相关的慰问 还有李长的关怀 那我们今天也是申请了相关的一些费用给他 希望他过年时间能够过好年 那我们也诚恳的希望说 我们如果花莲市有相关的类似的个案 也要拜托大家来到你办公厅 或是花莲市工所的社劳课 来做相关的一个来承勤一下 还是来联络 让我们能够主动去关怀跟关心 那希望我们每一个民众在新的一年 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 花莲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协同 主任米苏欧美华及社劳课长萧子卫等人 一同前往探视黄信男子 除了发送一万元强化社会安全网 急难救助金之外 另外还有新竹市三恩功德会 急难救助金五千元 并且送上生活物资 希望能帮助黄信男子战渡难关 市长魏嘉贤也呼吁花莲乡亲 如果发现有家庭或是个人 因为突发事故而导致生活陷困时 也请大家能伸出援手 向当地里长或里干事反应 帮助他们可以渡过难关 记者薛丽琴 花莲市报导